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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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一色就一人闪烁 绕着我牵我双手 你昨天晚上在工作吗 一鸣 你怎么变成现在谎话连篇的样子 骗我你和十月分手了 骗十月你没有来我这儿 你还要一直这样下去吗 我只希望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要欺骗谁 请都不要再扯上我了 在我这里 你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心仪的爸爸 如果这个身份你还做不好的话 那你对我们来说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想什么呢 陈总 您觉得怎么样 我在问你呢 我觉得这款车的内饰还是 我不是说车 我是在问你 我 我没事啊 没事的就好 那就他了 您的意思 你要买这款车 对 我建议买车还是要慎重 虽然说对陈总而言 这也不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但是我刚才 觉得您对这个车的外观 和百公里加速 还不是很满意 这段时间 我们店里还会来更多款车 到时候您再看看 不着急买的 你说它非常客观 一开始呢 我也觉得这辆车速度不够快 外观不够好看 但是越看越觉得 经典的设计 永远不会过时 而且它驾驶感非常地稳 安全性能很强 可能我也过了追求 酷炫外观和速度刺激的年纪 有一辆车能够让我安心 我就满足了 如果您这么说 那这辆车是很合适了 下个月我没有折扣 到时候能便宜很多 过了 今天就办手续吧 这么好的车 强的人肯定多 我怕我抢不上 陈总 看来您是要坚持给我充业绩了 以后可能还要给你添更多的麻烦 嗯 这种麻烦我求之不得 那我们办手续 好啊 好 谢谢 下周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再汽车 看您的时间 即使我不当班 我也可以专程过来一趟 好啊 我突然有点饿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点东西 我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嗯 喂 哦 好嘞 好嘞 实在不好意思 我有个会议临时要开 不过下次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 请你吃饭 嗯 对了一鸣那边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 哦 没有 我自己都可以的 嗯 我们还不是很熟 但是我一直很欣赏您 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无论是 私事还是公事 我都会尽力 谢谢陈总 那就这样 嗯 我送你 阿姨 你好啊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走吧 阿姨 如果你不跟我聊的话 那我只能去找安安姐了 你别喊我们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你做出那种事 你还嫌不够伤害安呢 还用脸去见他 阿姨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少你 我要说的这件事 跟心里有关 是 阿姨 您尝尝这个 很好吃的 我自己选的 我记得您最爱吃葡萄了 对吧 来 阿姨 你还做花点了 我好久没有吃了 我尝尝 别来这一套 想吃 自己去买 说吧 什么事儿 阿姨 您别急啊 我是想谢谢您 没有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爸爸 阿姨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吧 毕竟小的时候 您还带给我一段时间呢 我告诉你爸 我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他要是能管得着你的话 你也不会成今天这样子 快说吧 什么事儿 我没闲工夫陪着你 我马上要去安安家 给他做家务 说到安安姐 我是有件事情 想请您帮忙 您能不能 帮我问问安安姐 他为什么还不离婚 他们两口子离不离婚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是一鸣着急的话 你让他来说呀 安安姐 不会还在等一鸣哥回头吧 十月 你太过笨了啊 阿姨 一鸣哥已经搬出来 和我在交往了 我们很相爱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们呢 好歹是姐妹 一鸣哥跟我说 是因为安安姐放不下 所以一鸣哥才迟迟没有办 您就帮我劝劝安安姐吧 到底是谁不想 谁拖到谁不离 你搞清楚一点 我们安安啦 现在工作也好 哪儿哪儿都好得不得了 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那就更应该 尽快做个了断 你想让安安给你疼地方吗 我们凭什么要满足你呀 阿姨 我只是不想 心仪的弟弟 或者妹妹 出生的时候 遇上麻烦 你说什么 还不回去吗 已经下班了 林总 今天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看你一整天心不在焉呢 这还是你上班以来 第一次被客户投诉 我 跟我来 打脸 我 如果你 我 我教你一个秘诀 像这样 师兄 深呼吸 谢谢你 我今天只是有点 我以为我知道他过得不好 我会高兴 但没想到 看到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却很悲哀 虽然已经分开了 但我还是希望他很好的 我不希望孩子 失去超纯伴的爸爸 安安 你感受到了吗 这座城市的呼吸 这里有很多人和你一样 为了生活不能停止前进 生活再艰难 给我们出再多的难题 我们都要继续 与其难过担忧 何不孝着面对 为了自己 也为了爱我们的人 我相信 今后不管你再遇见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能跨过去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干杯 什么感恩 我们都想再来 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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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这是重要客户的名单 你是怎么知道 这些客户有没有异想的 提问啊 就像女人逛街购物一样 如果只是随便逛逛 那只会随便问问 不会深入 不会挑剔 如果真心想买的话 他们就会集中问一些 真正想要知道的问题 和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这是我给人非带的 你要是饿了的话 你先吃点 来 谢谢 我自己做的 很多人都喜欢吃 你尝尝合不合你口味 以后你要想吃的话 我再给你带 可以每天吃吗 每天 那会吃腻的 当然不会了 我可以天天吃 你先吃吧 我去工作了 最近陈总啊 老是去4S店 一去就大半天 今天又去了 那怎么了 很正常啊 陈总他本来也喜欢车 不一样 陈总之前有自己专门的买车渠道 便宜点的 这次不一样啊 宁愿多出钱也要在那儿买 还时不时去 每次从店里回来时 那叫一个春风满面 凭我女人的第六感 那店里肯定有一个女销售 把她勾得死死的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呀 那陈总女朋友 少吗 这次跟之前不一样 她还专门问我 怎么追求性格温柔 喜欢做饭的女人 这肯定是想定下来啊 谁啊 这么幸运 喂 小飞 我们陈总 最近是不是在你们那儿买车呀 对啊 他总来找安安的 我还想呢 是不是你叫他过来照顾安安生你的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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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e на 这是 Settings 没事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事我得跟安安聊聊 你等他下班啊 你这样会打扰他工作 可我很着急啊 不然我来这干嘛 任飞 帮我跟客户介绍一下 你跟我来吧 我只有五分钟时间 你找我有什么事 陈总 是不是经常来这儿找你买车 是 你应该知道了吧 他这人很花心的 像他这样的人买车 他用亲自跑出来试驾吗 然后呢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他就是因为知道咱俩现在关系不太好 他才这么勤快地往这儿跑 他比我用心的 你来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些吗 我现在在这里工作 他是我的顾客 我有责任把他照顾好 我可是在好心提醒你 一鸣 我们现在已经分居了 离婚协议我也已经给你了 你不签字 那是你的事 但你现在没有权利来干涉我的事 只要我一天没有签字 我就还是能以丈夫的身份去关心你 不管你外交怎么变 但是我了解你 你内心还是原来那个事 漫漫 我不会放弃你的 我愿意付出一切 去挽回你对我的爱 我是认真的 不好意思 现在是工作时间 沈安安是我的员工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当面跟我老婆说清楚 这是公司 请你不要影响安安的工作 你是不是忘了 有个顾客一直在等你 有个顾客一直在等你 你是不是忘了 有个顾客一直在等你 妈 妈 谢谢妈妈 喂呀 姑父 卡片 嗯 是你自己画的吗 嗯 我看啊 哇哦 馨姨画的真的好棒哦 姑父也想要卡片 送给姑父好不好 不行 这是给爸爸的 嗯 嗯 小可爱 你馨姨好可爱啊 我也想要一个小馨姨 这么可爱的小天使 你帮她吧 你在这儿随着 你 睡得烦 吃多多生宝宝 多吃一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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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敬意 嗯 妈 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啊 之前我怎么劝你 不该把移民赶出去 你就是不听 你怎么突然说这些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女儿 如果你能给她一个机会 这个家 也许不会 那你的意思 好好地一个家散了 是因为我的错 我跟一鸣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达成一致 绝不欺骗对方 背叛对方 现在是她违背了这誓言 你说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昨天十月内找过我 她找你干吗 她突然才能告诉我 她怀孕了 你看 我就说吧 这个剑你人肯定用这招 说自己怀孕了 是不是真的 还不一定呢 你管她是不是真的呢 总是能确定的 她就是来逼安安离婚的 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意外 不管是真怀孕 还是假怀孕 她们俩肯定长久不了 拜托 女人敢让自己怀孕的就是认真的 谁会拿自己的孩子开玩笑啊 我现在只是担心心仪 如果十月真的怀孕了 我怕她不让一鸣来看心仪 我跟你说 这个贱女人就是妒忌你 她看你现在又漂亮 工作又好 心里就不平衡了 在那装小白兔想搏斗我哥同行 一旦你弱下来 她就会追着你呀 不会给你留点余地的 所以啊 咱就是为了心仪 也绝对不能让这个贱女人得逞了 你看人家安安多淡点 你别在这儿装上 你都给安安学识了 女人说话男人插什么嘴啊 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战争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去跟她纠缠 你不想战斗 十月不会放过你啊 那我就退出这个战斗 老公 你说十月怀孕了 我哥真的会放弃安安呢 这个嘛 犹豫了 你知道的 你哥是个负责任男人 如果十月真的怀孕的孩子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那十月就算真给我哥生一个 心仪也是我哥的孩子啊 这不一样嘛 毕竟你哥现在跟十月在一起嘛 不过 如果我有了孩子 我一定是一个二十四孝的好爸爸 全世界的事情相对于我的孩子来说 那都不是事 哪怕是国际超模 穿着一溜的比基尼 站在我面前一个一个让我挑 我要是敢抬一下眼 都算我输 我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潜力啊 我的潜力可大了 你光看是看不懂 你得尝试一下 不然你给我生一个 少干我 一间巨谱 你慢点 我怎么会参与 你会在这儿 你会深的琴棍 我会参与你 这个琴棍 现在是连植的 可以参加 有点大招演 有点大招演 最后就是 哭 一分钟 今天什么好日子 都是你做的 对呀 之前不是一直说要给你做顿饭吃吗 昨天你忘了 今天你又回来这么晚 菜都凉了 快跟我一起吃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忙了一天 就有点累了 我要先洗个澡 你忙什么 忙着苏多回去见你老婆吗 我真的很累 我之前在医院也熟了你一晚上了 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 不行 以后以后 我都等你多少个小时了 还要等多久 我求你了行吗 时月 你曾经的乖巧董事可爱都去哪儿了 我现在要先去洗澡 然后出来我们一起吃饭 如果你等不了 就自己先吃 我现在就帮这个孩子 我们晨替我们来 大家要帮我们天使俩 我们在黑玻璃 我们专门下的京人 我们没有在黑玻璃 我们完全没有在黑玻璃 我们在黑玻璃 我们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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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馨义乖 先睡觉 明天亲手把卡片交给爸爸 看起来很好吃啊 我都不相信是您做的 吃吧 好啊 等吃完 我们再聊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 现在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 现在我们的时间 只有这件事情能聊了吗 对我来说是 我只有你一个男人 可你却有两个女人 你之前自己说过的话是忘了吗 还是你现在反悔了 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爱你 也没有要为你抛弃全世界 更没有想要完全拥有你 如果你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话 你就应该立刻离婚 为我抛弃一切 等等等等 我从来没有让你为了我 抛弃过全世界 而且我也不会为了你而放弃我的所有 我的工作孩子 那如果再拥有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孩子 你会怎么选择 你胡说什么 一个女人 如果想要怀孕的话 只需要一根针 一根针 扎一下 这样 我们的血肉 就能永远交融在一起了 你记住 就算我真再有了其他的孩子 也代替不了心意在我心里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怀孕了 你应该考虑一下 怀孕什么 你是想杀死我们的孩子是吗 你是想一个人做想情人之乐是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那如果我要是不离婚的 那我就不离婚着你 那我就不离婚着你 缠着安安静 缠着你们所有人 我过不了我想过的日子 你们谁都别想好好过日子 银鸣哥 尝尝我给你做的牛排 很入味的 吃啊 很好吃的 削开来 感谢你二十四小时的监督 让我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的监视 你这是闹哪出啊 我都这么盯着你 你还能 我哪敢呢 我说说话 你一直叮嘱我 确实挺烦人的 但还很有效 让我时刻警醒的 不敢开小岔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骂我呢 夸 当然是夸啊 要不是你 一直在我屁股里面不断地鞭策我 我犯了什么错 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话 那我现在就惨了 我就得一个人过了 你看看你哥 那就是前车之界 对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你赶紧洗澡去吧 为什么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你不是 嫌了一个像欣妮那么可爱的女儿吗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那我也不说第二遍 不 等一下 给老娘解释清楚 什么情况 还不一件事 你怎么了 放我下去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拉不住我 你洗澡呢 臭死了 我香了呢 你麻烦 你扔我了 我烦死了 到几千里了 你也需要 你去跟他做好吗 我吃不到 喜若 你来一份 你来吧 你去做好吗 我去去做好吗 我来开心 你可以去做好吗 我去做好吗 我去做好吗 我怀疑了 可你这个月基本上就没去上过班啊 你留下来陪陪我和宝宝好不好 他才一个多月大 还是个小豆丁 爸爸留下来陪他说说话 他心情好了 就能快点长大了 今天我得去顺帮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今天中午 要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估计会谈很久的 应该会晚回了 好 你去吧 去哪儿都行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宝宝的 那你好好休息啊 我先走了 要我接吗 不用了 直接在那边见吧 我先走了 老师让你们赶紧过去 去吧 等一下 我哥呢 我们约好了在那边见面 好 老板 老板 大姐 我今天先回去了 心仪的学校有活动 好啊 刚好是周末 你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两天 你看你这黑眼圈又变大了 那你晚点还回公司吗 不回了 结束了 带他们娘俩吃顿饭 没问题 后面的工作交给我们两个人 辛苦了啊 慢走 人家家里的事你别多嘴 你一看那谁好久没来了嘛 肯定又好吃玩什么 啊 安安 石岳他现在 我看你了 这视频我也看你了 你先去看看他吧 如果有消息打上告诉我 好的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欣怡又来晚了 爸爸突然有急事来不了了 他也没有办法呀 妈妈会 欣怡 欣怡 过去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 老师 欣怡的爸爸有事来不了了 能不能我代替他爸爸 也可以啊 没关系的 欣怡 因为有几个同学 也是妈妈来代替爸爸的 你看 欣怡 老师都说可以了 我们走吧 走吧 对 好 石岳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他孩子呢 那些失眠的星星 你看见了吗 而我藏在夜光之下 苦苦挣扎 曾经拥有的家 像枝风的流沙 只好躲进回忆 找寻往日冬夏 目送你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逃离开爱的寻味 救赎我的惭愧 多遗憾的结尾 又无言一对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体会 目送你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逃离开爱的寻味 救赎我的惭愧 多遗憾的结尾 又无言一对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体会 回不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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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体会 再体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